海外环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外环直播 我们始终不伴高声,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今天是2022年11月16号,November 16 今天我要给大家来点雅兴 我们看到眼前我家旁边的这个风树叶又红了 风渐红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些小时候背的诗 那就是以前不懂诗的时候,老师呢,先让我们背下 他说你长大的时候,你自然就懂了 你知道我想读什么样的诗吗? 对了,你猜到了 那就是杜牧三行啊 我们知道杜牧,他可是一个不是一般的人啊 杜牧他曾经是在东北,应该是西北 西北的一个围官的,相当于是在 当初应该是在西安这边做过 然后呢,他又被做官的时候呢,派到扬州 扬州那边去,所以呢,就在扬州为官 我们知道公元844年9月的时候 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贬官了 在贬官以后呢,他这个人 当然呢,是跟朋友喝酒 但是呢,还是提不起神 经常呢,在家里面出不去啊 但是呢,后面还有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就是真正的洒脱了 在古代的时候 文人他一般就喜欢是喝酒 嫖娼 写诗 总而言之 当初的嫖娼也不是今天啊 天上人间的董藏 当初的异技也是会弹琴 唱歌 古代的仓妓呢,甚至要陪皇上 小车,小毛绿车 吱吱压压的往山上走 诶,走到一个地方呢 他突然来了灵感 写了一首千古 可以说是千古绝唱的这么一首诗 叫《山行》 我们知道古代的行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行走的行 另外一个是走在路上的意思 杜牧写的《山行》呢 就是说我在山间行走 在路上 我们今天讲的时髦的词 在路上 那这时候他写的诗 毕竟来说我们要知道 他虽然是一个西白的人 但是已经在了 我们讲的是吴语 现在在扬州 所以他讲的话 只是有扬州话的这个味道 写了这首诗呢 第一句话 就是远上寒山石敬霞 大家跟他 我在这样停一下 打住啊 不是石敬邪 普通话读邪的时候 在古代 古汉语 在吴州 在吴农语啊 就是在上海的一边的语言 这是XIE 读邪的时候 要读XIA 读邪 比如说上海话读谢谢 他就是狭狭 所以呢 要把鞋子一定要读成辖字 才能够读出渡牧当年的味道 好了 远上寒山石敬霞 就是坐着小毛绿车 支支压压的啊 就往寒山 冬天的山 在一个石板路上 行走 当然他这个弯弯曲曲的 是用这个匣子来表达 然后 北云深处 有人家 你看文革华 不就是北云深处吗 你看 这二八安顶的 就是云啊 在云雾之间 从我这个楼上 家里面的楼往上看 哎呀 真的是到处都是烟雾 云药 哎哟 这个摩天大楼啊 北云深处有人家 确实是北云深处有人家了 这辆北云深处 意思说 往这个远处望去 北云飘来的地方 可以看到 有人家 但我们现在举头就是 北云深处有人家 这个意境非常漂亮 下一句 那才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句子 我现在把 这个意境再给大家拓展一下 你看 停车 拽风铃晚 温哥华的 风速倒退周式 汽车就停在这 停车 坐爱 风铃晚 好 大家看一看 我真的要考一考 大家的古汉语了 有人说 停车 坐爱 风铃晚 就是我停到车 我坐在车里面 这是我要欣赏这个美景 如果你是这样去想的话 古汉语 估计 老师就扣你的分了 如果这样教出来老师 那就不对了 那就是小学的老师 或者是今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老师 就是试者如师夫 把这个到处就乱改字的 在这里放坐 好 给大家几秒钟 给你二十秒 想一想 坐是什么 坐 虽然是坐板凳的坐 你就可能直接读成坐了 那就错了 坐在这里放过 它不是动作的意思 坐 就是因为停车坐爱 风铃晚 就是停车要车来 是因为我从窗帘上望下去 这个有一个很漂亮的 风夜 停车坐爱 风铃晚 坐 解为 因为的意思 双叶红鱼 二月花 这地方不用看 是不是双叶红鱼 二月花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初冬 中国是要有二十四节气 在每一次气节耕地的时候 都会有结霜 什么这样的情况会结霜呢 比如说从冷变温暖的时候 会打霜 还有个从暖变寒冷的时候 也会打霜 比如说 在春天 初春的时候 它会结霜 在秋天 白露的时候 也会打霜 它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推测 在二十四节气里面 你要是懂 一经风水 一定要知道 很多的时间 节气 都是我们养生的关键 如果你是海外 黄金直播记者 这个听众的话 海外 黄金直播 很多时候 都是讲养生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前面讲养生的时候 都是有节气 黄帝内经 他能够治病 讲的是阴阳 全都是节气 如果你是华人 不要忘记 一定要懂得天下第一方 那就是张仲锦的 桂姬汤 如果在节气 变化的时候 人还很容易 得感冒 如果是感冒 在太阳经的时候 在表的时候 只是稍微发点热 喝点姜汤就好了 如果是 稍微深入一点 到阳明经的时候 又有所不同 那就是小柴胡汤 好了 话有扯远了 又给大家考一考 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今天我讲这个节目呢 不是为了别的 不是办高声 而是我们海外华人 已经居住海外多年了 我们不仅希望 大家能够传承到 中国文化 而且要传承到 真正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并不代表 共产党的文化 中国文化 数千年了 民国的文化 也不代表 完全代表中国 可以说 我们要感谢 大清帝国 没有大清帝国 还是孙中山的 驱逐达路 中国还是一小部分的 也得感谢 袁世凯啊 袁世凯 从大清帝国那地方 完整的把 这个皇上 传的那些遗产 拿了过来 才维持到我们今天 大中国 大中华的那一块版图 才包括新疆 西藏 否则新疆 西藏 以及东北 都不是中国的 所以 我们说到这 要扯一下啊 停车坐爱 风铃碗 这个考的大家一个 坐字 现在呢 双月红鱼二月花 这个鱼字是什么 鱼 如果是写简体汉字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干钩鱼了 老体的 那个鱼 大家可以看看 鱼 还有一个字 这地方叫做比较的意思 双月红鱼二月花 就是 红枫叶 比二月 开的花还要红 就是 这地方 给大家 今天呢 做一个诗歌的欣赏 当然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草稿 信手跟大家就在 看到 眼前的美景 这个美景 我们做了很多次 节目就在我的身边 看到这地方 有的时候真的是感动的哭啊 温哥华太漂亮了 温哥华为什么这么漂亮 这就是我们要爱这个国家的理由 另外 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面经常忘了关门 真的是 真的是夜不庇护啊 第二天 回来的时候 邻居帮我把他关好 有的时候汽车也是经常忘了锁 然后呢 第二天 钥匙还在哪 汽车 到处找钥匙 结果一上汽车 发现钥匙就在车上 所以像这种伟大的国家 有人权的国家 只能不让我们深爱 好了 让我今天再次兴致而来 想想我们 当初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苦于啊 做官 为官 经常顺皇上的心意 那么就可以当当官 也分一杯羹 不顺的时候 哎呀 就贬官 有点像今天 那些中国的高官啊 今天我在 城市当中 也有点心情 再次背诵 唐代 杜牧的诗 三行 远上寒散 石静霞 北云深处 有人家 停车 坐爱 风凝晚 双叶红雨 二月花 另外 我还想到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 在举止兜头 也有那个艾婉婷 艾婉婷这首 大家啊 如果是湖南的朋友 不要忘了 要记下这首诗 毛泽东 当初去月庐山的那个艾婉婷 就是因为杜牧 三行这首歌 才取得 艾婉婷 湖南的朋友 记住了 要想想历史 中国可不是从 毛泽东那个年代开始的 大中华 自古有之 好了 各位观众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一刀不减的节目 给我们一个点赞 或者在视频的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 各位观众 如果你有什么 好的事 或者是有什么好的idea 可以在下面留言 各位观众再见 拜拜